任何投资都有风险 虽然投资专家说生金蛋的母鸡也不是包占的 但是蚂蚁集团上市缔造了2000亿美元的估值 再加上他们顶着全球最大首发股的光环 就让投资者还有股民趋之若鹜了 而有持有股份的蚂蚁集团员工身家也立刻暴涨 当然作为创办人之一的马云 他的财富也跟着暴升 只是对于蚂蚁集团的风险 有西方媒体也做出了分析 蚂蚁集团上市引起了西方媒体和投资专家的高度关注 投资专家分析指出 蚂蚁集团现在的规模是已经大到不能倒 他们形容掌握着全球最大货币市场基金的蚂蚁金服 甚至大到令人害怕 让中国必须加强监管审查 世界上任何的投资都肯定有风险 不管怎样 在蚂蚁集团成功上市之后 创办人马云的身家将一夜暴涨 距离世界十大首富只是一步之遥 蚂蚁集团一旦上市 身家暴涨的幕后老板马云身家会暴涨到怎么样的程度呢 那继阿里巴巴集团之后 马云二度创造的这个金融帝国蚂蚁集团 至少能够让他再有机会重登中国首富的地位 那刚刚大家也有听到西方投资分析员有说 马云手上有将近九成的蚂蚁集团股份 在上市成功之后 马云的身家将会暴增超过200亿美元 从原本的588亿美元身家立刻涨到700多亿美元 那么这也意味着 今年56岁的马云 在彭博亿万富豪指数上的排名 将会从原本的17位上升到第11位 一举超越甲骨文公司的爱里森 沃尔玛的家族 以及欧莱雅的女继承人 己生成为世界十一大富豪 那么距离全球十大富豪的榜单只是一步之遥了 然而最备受瞩目的 不只是马云自己的财富水涨船高 那预料蚂蚁集团上市之后 也将会让世界上一夜之间诞生 接近60位亿万富豪 那因为集团的员工 是蚂蚁集团的最大持股群体 有40%的员工持有股份 所以呢 这次被誉为史上最大造富运动的上市计划 将会创造出很多员工 从打工仔逆袭变成亿万富豪的传奇 那么这些员工呢 几乎都是当初跟着马云一起创业 打江山的这个核心的管理层 以及合伙人 那其中呢 身家暴涨最多的是被称为 女版马云的彭磊 他本来呢 只是一名大学老师 后来呢 跟着丈夫一起加入阿里巴巴集团 接着呢 更成为阿里巴巴集团的资深副总裁 并一手养大支付宝 而他手持蚂蚁集团9.89%的股份 比马云更多 在蚂蚁集团成功上市之后 彭磊的身价预料将会暴涨到1400亿人民币 成为中国女首富 未经许大支付宝 未经许大使者有人认为 acAH 莲 未经许大支付宝 旨厌 未经许大支付宝